港鐵早前宣布 按可交可減機制6月起加價5.4% 多個團體出席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時 批評港鐵在擁過百億元盈利 仍然連續三年加價漠視市民的利益 要求當局盡快檢討票價調整機制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編號第66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所披露的資料 目前最大持股股東為財政司司長法團 直至上星期持股的比例76.6% 而公司章程裏面支出 董事會裏面的政府代表 需要以股東利益為行事方針 市民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政府代表都是要為賺錢為先 市民的交通需要為後 要代表批評可加可減機制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要求在檢討期間凍結加價 並且加入其他調整的因素 反映了現在港鐵 其實都是用一種 利潤極大化的一個本質 去做一個管理 既然是賺到盡 這個可加可減機制 我們監察組認為絕對是需要 加入更多元素 去令到保護我們小市民 我們社會的一個利益 土地方面的一個問題 港鐵的確是坐擁很多的土地 現在港島南線又有 正如剛才議會者也有 其實從這些土地當中發展出來的樓宇 以至是這些車站裏面的租務 物業裏面的租務管理費 這些其實以至廣告收益 等等這些從土地上的收益 我們認為都需要應該計進去 一個生產力因素當中 透過這個機制減少加幅 民建聯和公民黨 就建議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 公眾對港鐵的滿意度 並加入扣分制 反映港鐵事故對市民的影響 香港分泛電視記者 《雄音報道》